你竟然敢教唆杨泉军背着我行事 太后 与其看吕不为座大 不如早点下手除了他 这可是互惠互利的事 太后 又何必反对呢 说得好听 千方百计教唆宗室 一手掌握兵权 你到底想干什么 秦军十万 自然是 征讨东周 你当我是三岁小儿 任您哄骗吗 你是想叛国 夫人言重了 非常时期 行非常之事 何必冒此大险 朝义之上 若是子楚执意不肯废太子 那就只有退位意图 朝义之上 若子楚真的答应废掉王后和太子呢 还有 你别忘了 吕不韦 可是武安君的女婿 武安君已死 白启是死了 但威名仍在 再加上一个诡计多端的白仲 不到最后 路死谁手 还尚未可知吧 这次子楚怎么答应得这么痛快 六国合纵 生死关头 新王要树立威望 自然要亲上战场督战 但现在 吕不韦下了大狱 太子血统存疑 子楚 怎敢离开咸阳 再加上 宗室联合施压 他受得了吗 不行 这招太危险了 稍有不慎 便是谋逆大罪 妹妹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去吧 咸阳宫内 一切由我 多谢太后 子夕告辞 你就那么信任他 他一手掌握兵权 还能听你的吗 我就怕 一旦他成了王 便是第二个不受控制的子楚 他不敢 那十万大军是议师还是叛军 不过我一句话罢 那朝义之上 拿住太子证 便可控制王后 放开 来人呐 乖乖和我们去皈依殿 再谈乱动 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 我要找父王杀了你 太子 起来 全天下都知道 你是吕不韦的杂主 真把自己当太子了 还敢对我放肆 放开我 你竟敢对太子无礼 不管到了殿 还有更放肆的呢 放手 放手 你诸位想对我儿子做什么 父亲 王后 他们要杀我 王 王后 你怎能私下处刑 朝义尚未举行 你们便听信侍锦流言 随意污蔑太子 须之以下犯上 形同谋逆 人人得而诛之 更何况 我只是请二位大臣 吹吹冷风 清醒一下 他们发热的脑袋 我想你们几个 不想效仿二人吧 朝义要开始了 护送诸位去皈依殿吧 朝义过后 再来向太子请罪 诺 请吧 正儿 你敢一个人去皈依殿吗 母亲能陪我去吗 你长大了 应该学会面对这一切 待会儿春仪 吩咐你怎么做 一切都听她的 嗯 母亲在雍门宫 等你平安归来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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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